总是向你索取,却不曾说谢谢你,直到长大以后,才懂你的不容易,这就是爸爸,总是任劳任怨,他或许并不富有,却愿为你亲近所有,他也许并不高大,却努力护你一世周全,他或许从未说过爱你,却愿亲近所有把最好的给你。 01,六个月大的宝宝,第一次喊爸爸,爸爸的眼泪,止不住的流下,有一种亲情,就父爱如山。 02,湖北武汉,大学开学了,最重的行李,总是摸在父亲手上,无所不能的爸爸,就像超人一样。 03,四川成都,突然下几雨来,父亲世界扯住一脚,拉出一片雨伞盖住儿子的头,不管风大雨大,总有一个人会默默出手,护你周全,临死,儿子生了重病,日日夜夜守候在病床前,失去谁也不愿失去你,你就是他眼中的唯一。 05,马路上,爸爸为孩子打着伞,小心地将孩子全身照在伞下,自己却被雨水叫透,爸爸会为你遮风当雨,但自己的路终究要自己去走。 06,广西柳州,六岁的小孩骑在父亲肩头,挑剑柳江里游游,最难忘的光影,就是你未老,我还小。 07,已送外卖为生的父亲,儿童节那天给儿子送一块蛋高档礼物,当孩子说爸爸辛苦了后,他回过头忍不住落泪了,他早出晚归,省吃解用,只是想尽他所能,给你最好。 08,出家那天给爸妈敬茶,女儿刚跪下,还没开口说话,爸爸已经不成生,你出生的时候,他的全世界都被照亮了。 09,考研失败,我哭着给爸妈打电话,第二天,爸爸就出现了,在动车上乘着他睡觉胎的,他千里迢迢来看我,只为说一句,没事,爸爸来了,真正爱你的人,从来舍不得让你一个人。 10,用到一年地业绩,女儿带着父亲走上红地毯,留下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,生命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,爸爸都希望跟你一起度过。 11,重庆朝鲜门市场,这位棒棒君父亲,肩上扛着一大帮货物,另一只手紧紧牵着自己三岁的儿子,没有谁活得特别容易,为了嘉然,爸爸一定拥尽了全力。 12,又18岁的重庆老人潘普全音响念儿子,独自从老家来北京探望当消防员的儿子,因老人换件些性老年痴呆症,走失12天后才被找到,从家里开始拎着的五个月饼,一直没拎手,他可能忘了全世界,却从没忘记过来你。 12,曾经我们以为,爸爸不会爱人,长到后才知道,父爱原来如此深沉,他可能一生普普通通,可谁又能说,他不是你心目中顶千里地的超级英雄,从小到大,他都是你的避风港,愿有一天,你能成为他的依靠。 我爱你,爸爸,就像你爱我一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